杨义威,1982年出生于黑龙江,正宗科班出身,2002年自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,就开始在剧组跑龙套,当他的同窗们,都已经在影视圈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,他还在剧组跑龙套,却都由于角色不出彩,而始终不为人所知。 杨义威演了十几年的戏,出演了无数影视作品,却一直不温不火,2014年,杨义威来是徐克导演,智取《微虎山》,中铁锁老八的戏,徐克看了他的形象,感受他牵合剧中人物造型,就定了杨义威。 这部电影上映后,取得十多亿票房的好成绩,八大金刚,做山雕,杨子蓉等经典角色在线夜幕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在影片中,还有一个配角,虽然出场不算多,但是一幕拉屎戏赢得观众振振笑声,也让观众记住了这位表演逗趣的演员杨义威,八大金刚之中最萌,剑,坏的一位反派人物。 本来他的那场拉屎戏原本是没有的,可是导演为了让这部戏充满喜剧色彩,就给加了这场戏,没想到这后来加上的一段戏却让杨义威意外地走红。 两分钟的镜头,足足拍了两小时,蹲得他两腿发酸,心里窝火,然而导演就是不喊停。 杨义威一边发火,一边讲出台词后,导演才说OK。 其后,他才知道,导演是有意让他生气,才能有影片中的状态。 而东升导演在朋友圈中开玩笑说,从来没有一个演员因为在剧中拉了一炮屎而走红的。 对于自己的成名,杨义威还是很谦逊的,他自己声称,自己是街道好剧本,好角色了,一个真正的演员,戏才是他的生命。 拉炮屎就走红了,许多网友说他真是太好运了,小编以为,跟拉屎没关,跟坚持有关,是不管巨细,你只有用心去做,坚持去做,就一定能做到,也一定会做好。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,不一定要多巨大,要多辉煌,只需坚持就好。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,把普通的诗做到了就是不普通,把简略的诗做到了就是不简略。